好 感謝大家 我們終於拿回來港湖這一席 謝謝大家 四年前很多不同的因素 燕秀不夠的努力 我把港湖這一席 輸掉了 林燕秀還是堅持用真誠正直良善來打這場選戰 用一步一腳印二十多年來的努力來爭取每一票的支持 林燕秀不會改變我的初衷 我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離開港湖 不論我在當議員的角色當立委的角色沒有當明代的期間 我心裡都在想 怎麼樣讓港湖更好 感謝大家 這一路因為有大家陪伴我 還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長輩 還有我的團隊們很辛苦 每天都十二個小時以上的工作 所以林燕秀必須拼 這場選戰過程當中 雖然還是有很多的抹黑 有很多的扭曲 但是一路走下來 感謝港湖所有的鄉親 在現場每一位好朋友堅定的支持 我們拿回這一席 我們 李燕秀會繼續加油 李燕秀會繼續加油 我會讓每一票支持李燕秀的好朋友 會讓你們大家知道 投下這一票 是對的 我不會讓大家失望 過去李燕秀 在議會 在地方上 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相信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李燕秀會用接下來的四年 我會更努力的拼 李燕秀會更打拼拼 不會讓大家失望 感謝所有的好朋友 堅定的陪伴我 走過這一段時間 無論是過去四年 還有包括選戰的過程當中 雖然有很多的扭曲 很多的奧波 但是我仍舊堅持 用正直的選舉 良善的選舉 因為我相信 這個是港湖居民所要的 我相信港湖的選民是有智慧的 港湖的選民是希望良善的民意代表 我自己生長在港湖 生活在港湖五十多年 我仍舊堅持 知道我走的路是對的 李燕秀接下來回到立法院 我的服務向來是不分黨派 我在立法院的問政 我也不會分藍綠 我會秉持我的初衷 國家現在面臨太多的挑戰 無論是兩岸的議題 國際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很多社會福利 我們都要更努力的去調整它 接下來當然 面臨接下來立法院三黨的狀況 我必須要呼應 如果按照總統這個盤走下去的話 賴清德恐怕 如果他有當選的話 恐怕他要思考 如何丟出組閣權 讓未來整體的國家運作都會更好 我覺得這恐怕也是他要思考的方向 總而言之 我感謝所有港湖鄉親 對我每一票的支持 李燕秀會加油 我們終於拿回來了 謝謝所有的好朋友 謝謝蔣萬安 謝謝李四川 謝謝你們大家 謝謝所有的里長們 更感謝我所有的團隊 日夜陪著我 感謝大家 堅定的支持李燕秀 感謝我的家人 二十多年的家人 陳姐三姑 還有我的團隊 助理們 感謝所有的里長們 堅定的陪伴我 我會加油 不會讓大家努力 我們英國港湖了 謝謝 李燕秀 李燕秀 總算 李燕秀 總算 李燕秀 總算 李燕秀 你最棒了 謝謝 但是我還是要講 選舉的過程當中 無論是家瑜或新代 不新代 其實有很多好的政見跟政策 李燕秀未來 無論是我的政見政策 李燕秀都會努力的實踐 家瑜跟新代 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 未來我會想辦法在立法院 我們一起努力 把這些好的政策 我們一起來推動 這些好的法律 無論是我們的長照政策 我們的校園安全 還有包括毒品的問題 詐騙的議題 李燕秀都會回到立法院 努力爭取 讓台灣更好 讓台北更好 李燕秀 乾脫疫情 李燕秀 幹脫疫情 李燕秀 幹脫疫情 李燕秀 幹脫疫情 李燕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李燕秀 李燕秀 Document Kad脫疫情 李香坪 李燕秀 -,正宏 李燕 Or forwards